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又见面了 娱乐秀欢迎大家 我是主持人小芳 每天下午点就在这里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或者是选择我们的网站 USChineseRadio.com 也可以下载美国侨报APP在手机上 走到哪里 听到哪里 娱乐秀 今天来关注最新鲜的娱乐资讯 蒋琴琴 这位演员最新的活动造型曝光 身穿一身黑色的丝绒长裙 盘发的造型 虽然已经47岁了 但是状态依旧很好 刘文的最新万象世界大片 释放出来 黑色无袖的长裙 显得气质优雅 蓝色的毛领大衣 搭配丝绸长裙 又是风格百变 眼神伶俐 气场全开 我觉得模特关键是那种气场 走出来杀气十足 沈岳这位年轻演员 浪漫的春游大片释放出来 穿着短裙出镜 时尚有活力 还扎着双麻花的辫子 显得清纯甜美 摄影师最近跟拍了一组 赵丽颖和周芳 到西双版纳去游玩的照片 照片中两人都换上了民族服饰 笑容灿烂 而就在26号晚上 赵丽颖还罕见的 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段视频 还配文说一些库存 照片中的赵丽颖是穿着睡衣 扎着双麻花的辫子 用了点油画的特效 有可能是素颜没有打扮吧 而最近还有网友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 在路边小店 偶遇到纳英的视频 视频中纳英打扮休闲 素颜出街 完全没有大扑大张的那种 女明星的包袱 而且这家小店就是一家 非常不起眼的苍蝇小馆 然后她和坐在对面的好朋友 聊得正嗨 非常的接地气 而最近纳英正在参加 生生不息保岛记的录制 所以这次被拍到休闲时光 在小店吃螺丝粉 那她对面的这位好朋友 就引起了大家的猜测 大家都说那是魏如轩 因为在节目上面 魏如轩曾经多次说过 自己现在爱上了吃螺丝粉 没有想到浩克的 纳英直接私下里就带她 直接去吃了 而且还是这种小店 你别说就是要苍蝇小馆 才能够吃出那种味道来 最近梁永奇也很难得 和外籍老公带着 他们的女儿Sophia 到水上乐园去玩 然后将精彩的瞬间 拍摄成了视频 跟粉丝们一同分享 视频中一家人在潜艇的背景上面 拍照留念 大家三个人都是 对着镜头露出一口大白牙 画面非常的温馨 而看观察一下 八岁的Sophia 真的是暴风式的长个儿 容貌上非常像老爸 妇女同框 好像复制粘贴一样 另一张是母女的合影 穿着短裤的梁永奇 紧紧的搂着女儿 据了解梁永奇 是在出国旅游的时候 认识了这位外籍老公 Sergia Sergia对她是一见钟情 志趣相投的两人 迅速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在2011年登记结婚 15年两人的女儿Sophia出生 也算是非常的温馨而低调 还有八卦媒体拍到 在北京张子怡打扮休闲 戴着帽子 非常的朴素 前去接女儿放学 很低调 站在路的一片等着 而女儿醒醒呢 则是一路蹦蹦跳跳 十分的活泼可爱 墨绿啊非常的有爱 私下里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 另外台湾的狗仔拍到 彭于燕 在台湾街头遛狗被拍到 照片中 她也是穿着休闲 随心戴着帽子 牵着两条爱犬 在街头散步 还拿了个塑料袋 我相信养宠物的人 应该都知道 这个塑料袋是做什么用的吧 之后狗狗排卸完之后 她就捡起来 放在塑料袋里丢掉 这真的是个 做了个好榜样 岳云鹏 在社交媒体 分享了自己打羽毛球的日常 视频中 岳云鹏是两病发白率 显苍老 但是呢 穿搭休闲 打球的时候 还是显得活力满满 每个人都有自己保健的方式 近日 八七版《红楼梦》当中 宝玉的扮演者 欧阳奋强 晒出了剧组 在多年之后 他们又合体聚餐的视频 视频中 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面孔 不过都比较显老了 欧阳奋强 头发花白 但是精神绝朔 饰演王熙凤的 就是很凌厉的那个邓杰 也是身穿黑色的简单服饰 还是短发素颜 非常的接地气 而就在今天4月26号 乘风破浪的姐姐们 又有相聚的了 因为今天是留恋的生日 张礼和张欣益 纷纷发文为她庆生 晒出亲密合照 配文说 没头脑 括号里 有头脑 祝不高兴 括号里 很高兴 生日快乐 天天开心 娱乐秀继续来关注 综艺音乐方面的消息 天赐的声音4 这档综艺节目 今天官宣 音乐合伙人盖 周延 胡彦斌 Into One的成员 伯远 还有极客 俊逸 刘伯兴 荣祖儿 汪苏龙 王赫野 小鬼 王林凯 西立纳 一高 于文问 张碧成 还有张亮影 都已经准备就绪 这档节目 汇聚经典之声 传唱时代金曲 将从4月28号起 每周五的10点播出 敬请期待 你会发现 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的那些人 来来去去 好像都是这些熟悉的面孔 什么时候能够换一拨人哦 明谣唱作人谢春花 时隔两年半 发布了他的第六章 个人创作专辑 是谁 首播主打歌曲 我走向你 最近上线 舒缓的节奏 伴以谢春花 超温暖轻盈的赏音 如柔亮之光 照亮内心的柔软 这是一首唱给憧憬 唱给天地 和唱给自己的歌 而另一位从练习生 火箭少女101队长 在走到独立音乐人 不同的身份转化和进化之间 Yemi始终以鲜明的个性和形象 给人深刻的印象 目前的独立音乐人 Yemi郭颖 携带他刚刚出版的实体唱片的 个人首张原创专辑 一个人的冒险 将开启第一次巡演 北京 上海 深圳将于五月启程 真是美好的春天啊 而旅行团乐队和彭磊 最近也发布了新歌 和你 with you 这两个组合 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真挚的歌声 交错重叠 微小的细节 构成了动人的情话 最日常不过的点滴 都想与你携手经历 美好和感动 常伴 平凡生活 接下来又是一个 让人有点耸人听闻的组合 就是 左小诅咒和五条人 你发现了吗 都是男男组合 他们全新的EP上线 也是叫 我爱邓丽君 左小诅咒和五条人 合作共创 跨时代的传点 成经典 也是向邓丽君来致敬 据了解 他们是借用邓丽君 来赞美艰难时事 艰真的爱情 有两首歌曲 互相的映衬 A面是我爱邓丽君 是关于爱的忠贞 那么另一首歌 瞎子疯子骗子 就是爱的另一面 直直冷酷的现实 好想听到这些新鲜的歌曲 在以后的节目当中 我都会一一播放 跟各位来欣赏的 今天的Music Show 我们要秀一秀的是 刚刚参加 科切拉音乐节的 王嘉尔 他今年个人的首支 英文单曲 Cheetah MV 4月24号上线 而这首歌曲 是在科切拉首唱 首唱之后 就备受关注和好评 而今年王嘉尔的 Magic Man 2的旅程 也即将启程 据了解 在科切拉的音乐节上 王嘉尔这次请到 被演唱了 16首歌曲 长达40、50分钟 真的是杀疯了 我们就一起来 欣赏这首歌曲 跟着他的节奏 一起律动吧 уз得 技术 ption от 呃 出门 小林 音乐 中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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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